大家好,我是边边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种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重要营养素 生物素 很多伙伴可能已经在头脑当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生物素?好像没有听说过啊 那么如果我告诉你 它又叫维生素H 维生素B7,辅酶2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熟悉了呢? 的确,生物素是维生素B族当中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但是随着研究发现的逐步深入 它对于人体的必要性和健康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终于走上了密席之路 为什么生物素会有如此多的名字呢? 这要从它跨越40载的研究历史讲起 在1901年,尤金·怀尔迪尔斯发现一种促进酵母生长的物质 命名为生物活素 1936年,德国化学家弗里茨·科格和本诺·腾尼斯 由煮熟的蛋黄当中分离出一种结晶物质 能够促进酵母菌的生长,并将它命名为生物素 不久之后,科学家格约尔吉在1937年的时候 发现一种能够防治皮炎与脱发的物质 该物质的名称命名为维生素H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生物化学家艾利森等人 在1933年,同样是由蛋黄当中分离出了一种 对于豆类根瘤菌生长至关重要的物质 并提出这一物质是与一种呼吸相关的腐因子 于是将其命名为腐霉2 直到1940年,格约尔吉等人通过实验验证 所谓生物素腐霉2,还有维生素H均为同一种物质 同时,由于生物素是化学家发现的第七种B族维生素 因此将它命名为维生素B7 那么作为B族维生素当中的一员 那生物素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生物素是人类和动物维持自然生长和发育的 重要营养素 它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机能健康 它是合成维生素C的必要物质 是糖、脂肪和蛋白质正常代谢不可或缺的营养素 调节细胞的生长发育 生物素还具有基因调节的作用 研究证实,人体的组织当中含有2000种以上生物素依赖性基因 在信号传导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生物素能改善脚蛋白的构造 而脚蛋白是组成头发、皮肤、指甲的基础蛋白质 因此,生物素是可以促进头发、皮肤、指甲的健康 生物素还能促进脂肪及碳水化合物的分解 使它们加速转化为人体活动所需的能量 如果人体内生物素数量不足的话 脂肪就会在体内去积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缺乏生物素呢? 生物素是否缺乏是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为了保证日常所需的生物素 我们都会从食物当中获取 首先,生物素虽然广泛存在于食物当中 但是,它的含量都非常的低 所以,饮食的均衡合理性就非常的重要 而且,生物素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它在人体当中3到6小时就会被代谢掉 所以,你回忆一下,你是否每餐都有新鲜的水果 每餐都有肉蛋奶 每餐都能吃到整粒的种子呢? 大家对于我们是否缺乏生物素 可以自己来进行判断了吧 第二个因素 要保证我们充满足够的生物素的话 要确保肠道功能足够的健康 因为,人体的生物素除了来源于牛奶 肝脏,蛋黄和蔬菜等主要食物之外 少部分也可以通过肠道的微生物来进行合成 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 我们现代人的肠道随着年龄的增长 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占比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地减少 而且,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你接触了过量的烟、酒、生蛋白 以及抗生素类的药物 又或者是心理压力而造成的肠道菌群组成异常 这都会造成生物素的缺乏 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8年发布的 中国居民膳食水溶性卫生素参考收入量当中 就建议我们成人每天所摄入的生物素需求 应该是40微克 这样才可以保持头发、指甲、皮肤的健康 爱多美生物素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爱多美生物素有四大优势来保护全身 首先,含量高 每粒含生物素5000微克 是每日建议摄入量的125倍 因为生物素很脆弱 热量、光线和酸度的变化通常会破坏它 所以,摄取足量的生物素 才能更好地弥补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摄取的不足 快速地补充满满的能量 其次,爱多美生物素采用的是游离生物素 大多数膳食生物素都与蛋白相结合 尽管有少量的游离存在 但是,蛋白结合形式的生物素 在摄入之后需要分解为生物包素及生物素寡态 在通过肠内的生物素酶进一步地处理后 才能释放出游离的生物素 之后再被小肠吸收 并且大部分会被储藏在肝脏当中 而爱多美生物素采用的是游离生物素 无需单独地分解过程 直接吸收至人体 吸收率快捷全面 生物素的原料获得了清真及犹太原材料的认证 值得被信赖 更有趣的是 爱多美生物素是黑白双色的天际 颗粒小便于吞咽 在爱多美的生物素当中 有添加了精心挑选的啤酒干酵母 黑米、黑豆、黑芝麻等黑穀物提取物 发芽、豌豆提取物 摩尔多瓦香脂提取物粉 营养全面 更均衡 如此优质的爱多美生物素 每天只需一片 可以随餐和饭后进行食用 来保证我们日常的所需 建议你储藏在室内清凉干燥的地方 避免阳光直射 避免儿童的接触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孕妇、哺乳期的妇女 服用药物的人群在使用之前 一定要咨询医生、谨遵医主 那愿爱多美的生物素 从发丝到指甲 祝你打造细节之美 焕发新活力 爱多美生物素